它就是我们熟知的后母雾顶 因顶身的三字明文而得名 铸造这件832.84公斤的青铜器 前后各道工序均需大量熟练工人协作配合 所需金属原料至少在1000公斤以上 而且必须有巨大的熔炉 学者们根据顶身和泛厚的泛线 推测出制作方法的几种可能性 有的认为是分柱而成 也有的认为是地坑式胶柱顶身 厚加柱顶耳 难度是气身各部分的厚度不同 几种合金溶液冷却的速度不同 必须要做好协调快速胶柱才能完成 也许这个大顶不知经过多少次反复制作 才得以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